歡迎收看 帶我的助理回家晚上 然後就有一個胖胖的女 因為她就騎摩托車 騎在路中間 我就說這麼胖還騎在路中間 助理就這樣看我 她就說 這位真是帥的嗎 你剛有聽到夏娜的嘻哈聲嗎 她說是針法嗎 很奇怪的 詢問一下 是真的 毒了... 歡迎觀看的女兒 對 我知道這個主題 我是因為我是主持人 我才坐在這裡 不然今天應該沒有我的份 是不是 湯老師 怎麼可能沒有我們的份 這一集一定有天蠍座的份 我們不能說我們你知道 嘴巴壞或毒 今天要講毒嗎 應該是講我們毒的是尾巴 不是嘴巴 好不好 然後我們真的會講的 都是實話 這就是最毒的地方 而且我們只跟我們在乎的人講 對 真的 好 是 是不是 所以這我們不能算 說得也是 因為天蠍要是不講的話 你想從我們嘴巴挖出一句話 都不可能好不好 對啊 我們兩個全身上下最緊的 就剩嘴巴 其他一道也沒鬆啦 老師說 是… 好…各位 真的有被天蠍座讀過的 請舉手 有 什麼 真的嗎 真的 後面都不敢舉 心兵都不敢舉 心兵不敢舉 好 來 你為什麼 因為我身邊最好的兄弟 就是天蠍男 對 那對不對 最好的 真的 就是因為為了你好 他們才會講真話 周年年 好 跳過 我講好過天蠍的 小優 鴨妹 農農 三個都被天蠍座弄過 好可怕 她被弄過 她真的講實話 而且天蠍座吵架的時候 你吵不贏 真的 真的 好可怕 那小優妳遇到的是 她很會用話來刺妳 會 她就會講一些 應該不只天蠍吧 應該十一星座都有公尺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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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星座 十二星座都有公尺 吵架都會這樣 一定是挑妳最受不了的地方酸 可是像處女我就吵得贏 但這個天蠍我真的吵不贏 妳吵得贏 處女 妳也算滿厲害的 處女很難 央妹也很厲害 沒有很厲害 因為有時候常常 跟新美姐吃飯的時候 她有時候講話 就是特別的直 可是直的就是很深入我心 因為我喜歡聽 她今天就是很興奮的跑過來 說新美姐 你看我的頭髮 我說怎樣 她每次都會說怎樣 我說顏色 不是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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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嗎 對啊 妳要沒講 這已經是天蠍獸最禮貌的方式了 就是克制自己不要說出來 我知道她有深入到我心 我說好 下次我就再變更不一樣的 看 妳剛好聽到夏和熙她說嗎 她說是針髮嗎 詢問一下 詢問一下 是真的 跟妳的那個病腳差不多一樣 毒啦 毒啦 弄起來 弄起來 就天蠍就很愛講道理 她可能平常都不講 然後一講就是停不下來 妳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反駁她所有的東西 好 那我們先來直覺測驗一下 好 這個直覺測驗有六項 所以大家可以測得過癮 好的 好 我們今天反正有12個人 大家一起來 我們走進了商場 有一個很大幅的廣告 好 妳被她吸引了 為什麼呢 那個商場應該是很高 大廳有四五層樓的那一種 來 1 這是一個想強調貴氣 卻飄出俗氣的廣告 所以妳覺得很好笑 2 美女卻被拍得很醜 對 什麼 這個是那個女明星嗎 怎麼拍成這樣 3 氣場強大 眼神犀利的女明星 譬如說劉佳麟 氣概山河的廣告 好 或4 知名CEO的代言 居然是郭台銘 居然是顏凱太之類的 5 身材較好的美女鮮肉 可能在廣告內衣內褲 然後好吸引人 身材好好 6 難得露面的巨星 什麼 金城武 或者是什麼 王祖賢之類的 根本就沒有出現 但是她還願意拍廣告 所以各位 請發揮妳的直覺 這六種廣告 哪一個會讓妳動嚇一跳呢 走進商場 妳的注意力 會不會哪一種廣告給吸引妳呢 請妳直覺作答 選好了就請她好 下來公布答案囉 錯的是 在朋友眼中 妳讀捨指數有多 難得 新妹子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覺得說不定我們會搬倒 新妹子妳被拖累了 不錯 我跟我很 就是幾個都20年以上的好朋友 都是雙子 然後其實他們 就是都很少講好話 但是只真的放在這裡的人 才講 對 但是都講真話 對 就雖然不好聽 但都是真的話 都不好聽 先講妳了嗎 那大家好不好奇 夏和熙跟新妹姐這一版 好奇 我非常好奇 我真的是因為節目 我們都是因為節目 在做節目要有效果 我私底下其實很少罵人 私底下更可怕 你也不亂講話 但是我覺得 你跟她很好 所以我都不要臨時 我好累 來 我覺得 這一組有個特色 我們其他的朋友眼中 他們兩個是 不語致平開 對 他可是名則寶生 Good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你們不是沒有意見 但是你們會看人發作 譬如說 大部分的時候你們是 不要問我 或者是這件事我就不說了 可是你敢說的 一定是你覺得不介意的 可以說的 所以私底下那種跟你很要好的 可能會感受不一樣 但是周邊的人 其實覺得你很聰明 而且你還滿會閃的 講話其實真的要很小 我以前也是真的是 你有受傷過嗎 有 因為我以前就是真的是 就是隨便亂罵人的那種這樣子 就是 受過教訓了 對 就是只要不順眼的 我就會開始從頭到腳 就這樣開始掃一遍 然後就心裡就開始 就想說 但是有時候就是 就會忘記帶 就是有帶Mine你知道嗎 然後就全部都講出來 就想說 怎麼會犯這種錯 然後就是會被別人以而傳而 好 雖然是有時候 真的講話滿狠的 但後來所以就想說 好 就是真的是不熟的人 或是不認識的人 就少跟人家那個交談 因為很容易就 因為你不知道他到底 可以接受的範圍在哪裡這樣 不熟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覺得他很雙面 他比如說 那女的真的怎麼樣 他怎麼會來 哈囉 好可憐 而且你知道現在因為我太害 你知道我其實 我的車子的行車記錄器 如果被偷了 我這輩子就是不用坐的 因為我現在就是露營的 在化妝間是不可能講任何話 然後在現場也是不可能講話的 但是我只要一上車你知道 就開始 一上車開始亂罵這樣子 什麼都可以罵這樣子 坐他的車好可怕 就算說大家真的是覺得說 我是獨舌界的第一把教練 但是我真的 只有在車上的時候 就是會把 就是那些不滿的情緒 把真實的音訊接出來了 他真的開車好可怕 他最近的名言是 馬路三保 意思就是 因為就是有些人 就是不打方向燈 然後開車門 不看後面有沒有人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是 亂按喇叭的那種 就是你根本不明白 前面的狀況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開車 就是只要有車子突然衝出來 我就這樣三保 三保 黃色的三保 黑色的這樣 而且講真的 因為我以前真的是 有不小心犯錯 因為我就是以前 載我的助理回家晚上 然後就有一個胖胖的 因為他就騎摩托車 騎在路中間 我就說這麼胖 還騎在路中間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助理就這樣看 我好像就說 鳳姐 真的是我嗎 我跟妳講 是假的 我開玩笑的 那是說我開玩笑的 我就是說前面那個 對 硬轉 不是 我舅舅 就真的有時候 我會不小心傷害到無心的 但是就只是覺得 就是你 就是愛念嘛 對 就是很小小的這樣 別你想太多 對 所以我就說 所以我的那個行車記錄器 真的很危險 不能隨便掉這樣 我覺得雙子座爆發好可怕 就是我有一個圈內的朋友 他是雙子座 然後他有一天 他的手機不見了 然後剛好當家是收工 然後我心裡想說 好啦 那就是再去查查看 你的手機是在哪邊 然後我就開車 他住我旁邊 他心裡很好擦 當然啊 對 他說 因為他手機裡面很多照片 語音或什麼的 對 他很怕會曝光 對 因為他也圈內人 我開車開到一半 他車窗就搖下來 而且我們是在天母那個區域 而且有很多人 就是天母圓環那邊 他車窗搖下來 就對外面罵髒話 然後就把照片吊起來 他肝有病吧 沒有 他就是很壓抑說 想要發洩情緒這樣子 就是說他今天的 他的手機不見 他一直壓抑很久 然後我在開車 開到一半的時候 他忽然對外面大喊 然後去罵髒話 我覺得雙子真的是雙面人 你們在社交場合裡面 都不會講真心話 我說真的 超便來講話 是真的 因為像我在問我一個雙子朋友說 我剛剛表現得怎麼樣 其實我滿想聽真的意見 但是他永遠會說很好 不錯 是可以的 然後我就有一種 然後或者我看了一個新聞 我很想跟他聊天 我就說你覺得這會不會 你感覺如何 他說這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他就是這樣回答我 但也許進了房間之後 問了什麼白痴問題 真的 雙子是不是這樣子超討厭的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沒有人選吧 知名CEO代言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一項 覺得這個廣告吸引了你的注意 那麼 你的讀者指數是30 你是屬於銳智提點派 不說則以一說精辟 所以你是屬於那種在旁邊看 大部分時間在旁邊看 也不太說話 但是隨便一說 都講到很對的點 而且別人並不會覺得你讀 別人會覺得你一針見血 所以我們現場是沒有人 沒有人選 ERIN一直見識 大家都不認識 大家都失去他 我覺得他在浪漬 都會刺激 激動的那種 完了 好 我們來看誰呢 誰 我們來看這一組好了 氣場強大的女明星 誰選 朱虹 還有漢娜 還有遠遠 來 你們自己就算覺得自己 不是毒蛇派 但是也許別人覺得你八十 來 看解釋 寧可直言派 陳述事實 懶得遮掩 對 OK 對 有 上一次我被你講一句話 我嚇到 胖嗎 是那一次 沒有 那時候 因為一開始那一天 就你後來很晚才來 大家就也還沒有幹嘛 然後你突然就一坐下 沒多久你就啪啪啪 坐出去之後 就是很驚悚的話 那我們就覺得 原來你是真的 是講你嗎 但不是 你講其他人的事情 可是你講得很直 有 我喝酒了嗎 還沒 我還沒喝過這樣子 對 因為他有一個結在這裡 然後我們都是大姐姐 然後他就想要跟我們 想說他這樣做對不對 所以他就講出來了 有嗎 有 所以他可能 他自己忘了 快點 快點 好 很嚇到 我這個都忘了我講了 一輩子舌就玻璃心 對 然後而且我剛好 交的女朋友裡面 有兩個是處女座 然後處女座講話都好吃 就是剛開始認識交往的時候 他們講話不會這麼直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是我的初戀 他是處女座 然後我們家是開餐館的 我記得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 我們大概交往了快半年 半年到 還那個 沒有 剛剛Jose說要三個月 三個月 對 就大概半年 快一年的時候就跟他出去 然後那個時候 也是他講的那一句話的時候 我才開始用香水 我記得我有一次跟他出去 好像不知道去看店還是去吃飯 當然會比較有一些親密的動作 就靠比較進行這樣 他忽然就跟我講一句話 舒宏你身上有菜味 我說什麼菜味 他說有高麗菜的味道 我心裡想 對 下午才打高麗菜豬肉餡 然後有那個菜味 然後第一次他這樣講之後 就第二次出來的時候 對 他說你身上有韭菜味 你今天就是他韭菜餡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抱歉 就是身上有一種 對 好順利小上班 阿布拉多 對 然後就有上那個菜味 然後我就覺得很抱歉 然後我記得 他會聞到這味道是因為他開車 然後我坐他的車 會啦 會 對 所以他聞到這味道才會 所以他會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買一罐香水來噴 我覺得這很沒有 他很沒有Sense 真的嗎 所以你覺得 他很沒水準 菜味不錯 不是 奇怪 姐 不敢做無聊 罵人有學問 怎麼罵不會被罰錢 它是一個發語詞 在法院認為說它是發語詞 所以不會是一個 在侮辱別人的一個詞彙 但是如果你罵這個 因為他是動詞了 我好想接受 身上一條為什麼不給我 神經病30萬 神經病也太貴了 為什麼醜八怪不用罰 他怎麼會罵我醜八怪 可以罰他嗎 拜託 所以你覺得 他很沒水準 菜味不錯 不是 菜味你馬上噴香水 很噁 混蛋 不免過無兩種味道 然後我就是剛剛講 我身邊最好的朋友是天蠍男 然後我覺得天蠍是一個 非常適合當好朋友的一個形作 他會直接跟你去講 他就直接跟你講 來 我來親一下 對 不利手兵 對 沒有沒有 就是我常常會把工作上 感情上很多的事情 去跟這個天蠍男講 然後我有一次跟他講的時候 他真的有一天他受不了 他說舒宏 我覺得你真的是一個 有問題的人 我今天我之所以 能跟你當好朋友 是因為我包容你很多事情 所以他就把他對我的不滿 在那一天他全部不講出來 他說第一個 我覺得你是一個 自己以為很帥的人 然後你以為全世界都喜歡你 他說 你不要誤會別人都喜歡你好不好 好快喔 對 然後他就這樣子 他說你不要以為別人對你好 就等於他喜歡你 搞不好別人只是在工作上 對你的禮貌 還是說 他覺得是初次見面 他當然會對你比較好 對 所以他常常都會去點我 那很好 點我身邊的那個雙指南 他說叫我要注意那個雙指南 雙指南 聽起來感覺他覺得你好 對 對 可是 好不像巨蟹 我覺得巨蟹是一個 都不講話的人 巨蟹很安靜 悶在心裡 對 我也想會悶 受委屈都會悶 你只要講完那番話 都會跟你告白 你是愛著他 所以我對於我身邊 如果交往的女朋友跟朋友的話 我對於我很不爽的事情 我會很直接的講 就是這個叫做機會教育 我們知道 好 那金牛 金牛 這個是我的 只有男友有毒蛇我的特色 對 就是 我就是男友毒蛇我 就是完全無法反駁的那一種 但是我可以毒蛇我自己的親朋 就是親朋好友好朋友那一類的 就是我交了一任 男朋友是雙子座 起司 氣死 真的氣死 跟雙子很熟 我覺得對 真的雙子他們罵人 就是會有他們的一定的道理 你也沒辦法反駁他們 而且也會用很好笑的方式去罵 就譬如說 就是有一次我生日 然後又加上劇毒慶功 我就喝得很開心 結果我男朋友不來 我就很生氣不想理他 然後我就搞消失 隔天他也跟我生氣了兩天 但第三天我要出國 然後他那一天才願意跟我和好 那和好之後 因為我去日本有環球隱層 他就用這個點來叮我說 就時不時就在叮說 你以為你是哈利波特是不是 人家哈利波特穿隱形斗篷 才會消失 那你喝個酒就消失 你很強嘛 很會喝嘛 就會用這種好像就是 很幽默的方式去叮你 但是你就會覺得 畫我我要回什麼 就是會很生氣 那另外一點就是 他也會從頭批評我到尾 這是雙子座 真的 他有的指甲 他竟然說我像烘魚 我懂 烘魚 你眼睛那麼開 鼻子那麼小 不覺得自己很像烘魚嗎 哪有 我從頭批評我就是這樣 會自己一隻烘魚在旁邊 對比一下 很生氣 他說我像烘魚 然後要不然就說 你屁股那麼大 是想生幾個這種事情 是真的啦 因為我們跟他一起比基尼過 對 我就是比較會 歐美屯一點的人 還好吧 他身材很好 對啊 反正就是被他從頭嫌到尾 那他也愛你 可是你也不要這樣玻璃心我 就是我對他就會很玻璃心 對男友就會非常玻璃心 然後就完完全全沒有辦法反駁 但是在對朋友的時候 我就會很直接 譬如說朋友可能遇到爛男人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不是從頭到尾就一直跟妳講說 這男人很爛了嗎 那妳還要愛他 妳是不是腦袋有動 還是腦袋裝死 而且那男的腦袋也都是死 妳這樣親他的時候 不就等於在吃死了嗎 所以我最近 就有看到那個律師表 就是那個台灣罵人家母表 我們要問一下 對... 宜珍 宜珍有一個律師表 罵什麼要罰錢的 對 我知道 我跟你講我很會 通過罰錢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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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差是什麼 罰差 就是我罰國嗎 不用錢 為什麼醜八怪不用罰 他剛剛罵我醜八怪的 可以罰他嗎 拜託 王八蛋要罰嗎 王八蛋要一萬塊 好貴 所以像我罵說 妳去吃屎就是兩萬五 還有頭殼裝死就是五萬 所以我總共要七萬五 而且我們很愛罵男生下流 也要罰六萬 你看妳這邊罵三個就是八萬 神經病30萬 神經病也太貴了 那律師這個罵人跟網路留言 是一樣的道理 一樣 網路留言 這就是因為有網路留言 才會流行這個東西 律師律師那行車記錄器 如果流出來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應該好幾千萬了吧 你都有 好多下 但我都會跳過這些 如果是發語詞的話 就不會算是罰了 對 像是這個 X就是 反正可以那個效應罵 它是一個發語詞 在法院認為說它是發語詞 所以不會是一個 在侮辱別人的一個詞彙 但是如果你罵這個 因為它是共詞了 我好想介紹 但妳為什麼不給人 有一個對象了 因為像有在鄉下的地方 有些人有些 就是農夫會說 這個人家很可愛 就是把他當作 對 語作詞 阿公很喜歡用作 來強調對妳的愛 這種方法表達高興 對 就是在強調他的語氣 就是發語詞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 無罪以外 而且妳就算去民視去告他 也不會有發情 了解了 好 還有一位選這項的 妍妍 射手 其實我覺得射手座 沒有很毒舌 只是講話比較直接一點 像妳覺得說 就是會活在自己的世界 像因為我有時候 會跟室友一起住 然後他們就會 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準備要出門 然後就出門 已經要出門了 出門前就問妳一句說 我今天這樣穿可以嗎 然後妳就看他一眼說 那個褲子是不是有點胖 可以去換掉嗎 不然不要出門這樣 然後他就會 就覺得很不爽 因為他就已經要出門了 然後還要被講 然後他就默默的自己去換掉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 加註一些自己的想法在裡面 其實我們講話沒有狠狠 圓圓 圓圓 不信圓圓 不是 妳選 對 我的點是 我只會對我自己的好姐妹 會這麼的堵塞 像我的一個好姐妹 她就是 她對她另外一半很真誠很真心 然後他們遇到了吵架問題 然後她的 我好姐妹就會說 好 我們平靜下來 然後解決這問題 然後那男的就說 我不想跟你講 我就說 我跟你在一起 我就想去死 然後我聽到這句話 我的好姐妹就說 妳不要這樣子 是不是我哪裡做錯什麼事 還是怎樣 那男的就直接說 好 我知道了 從我進以後 我幫妳當空氣 我就覺得看到這種話 妳能不哭嗎 還是 對 然後就有說一句話 總共這樣子 3萬5 這樣子的總共是3萬5 妳繼續講嗎 沒關係 這是律師 律師 真的 可是他不在講字 可是他罵的每一句 都是衝在心裡 然後就必須要罵到他 就 真的 對 對 我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了 之類的 我覺得男人就是那個字 就是不要這樣子 男人不可以這樣 妳的意思是說 妳只會對妳的好姐妹 為了敲醒他毒蛇 對 就是對他好 也不是要罵他 就是要罵他 清醒他這樣子 對啊 好 她是選 她是選第五項 第五項 對 第五項還有紅糖 亞美獎 然後潘映傑 來 我們來看第五項好了 如果妳們跟她一樣 選到身材較好的鮮肉跟美女 那麼妳的毒蛇指數是50 對 就像齊璇說的 她是為了罵醒她的好朋友 她才會這樣做 因為平常妳們是社交圓榮派 真的 會觀察局面再回應 對 不會傻傻的 有別麥就不講話 這個狀況不方便講話 就不講話 先觀察再說 對 紅糖會 我會 她很聰明 因為我天秤座 會比較圓柔 觀察 對 然後會觀察 譬如說妳是一個 怎麼樣 玻璃心的話 玻璃心我就不會講一些話來刺妳 對 那譬如說妳講話比較毒舌 我就會講話跟你比較和善 因為我怕惹到妳 就是 就我怕惹到妳 對 妳不同個性 會有不同的講法 可是我還是有時候會很白目 其實我白目的點是 就是說話很直白 然後超不會看臉色 跟妳剛剛講的不一樣 對 就是對於不熟的人 我可以就是很社交 然後講得都非常的很好 可是對於我好朋友的話 我有時候也是就是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不過有一次 我就參加我朋友生日 然後他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壽星 我一進去就說 生日快樂啊 這樣很開心 然後就拿禮物給他 我說女朋友今天怎麼沒來 然後因為我沒有看他旁邊 有個新妹 很尷尬 對 講錯話 講錯話 對 然後我就 他就這樣旁邊給我十個顏色 然後他就這樣這樣這樣 可是妳沒有注意 對啊 然後這樣我看 我就 真的很討厭耶 你那麼氣幹嘛 我該怎麼這樣 就是妳的身上 奇怪耶 沒有 這個單擦是真的很生氣的 可是我有看到他臉色 我有看到他說 好 我就明白 我當下就飄掉了 對 因為我知道就是因為 我還叫錯過名字的 真的 真的有時候會不小心 然後我就因為 他也是個新的 所以我當下也是 講出去也來不及 然後我就飄掉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尷尬 然後可是後來 我就趁那女生去上廁所 然後我就跑來說 剛剛不好意思耶 因為我沒有看到妳換一個女朋友 妳也不先通知我這樣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反正他有解釋這樣 然後我說可是妳為什麼要跟妳之前的女朋友分手 白目白目 對 我就說 我覺得上一個比較好 我覺得妳叫這個新的好像不太歐 然後他就站在妳後面 不是 因為我是看那個女的去上廁所 我才敢講這件話 然後那男生又跟我10個眼神 他這時候軸擊我 我說幹嘛 他說那女的好怕在妳旁邊 然後 連一碗連兩次 這個有點衰 然後我想好 白目下去了啦 一定戴不下去的 我真的超白目的 沒有啦 他後來有受過教訓的 現在都會先觀察 對 所以我現在會看狀況 有啦 像我也是跟通常一樣就是 小時候講話很直 現在講話比較中肯 因為我也是有學過教訓 受過教訓的 因為小時候像我弟 他就是滿臉都是豆子 然後很愛蔡依林 然後不管是蔡依林 你只要出專輯 演唱會 簽名會 簽唱會 他都會去 然後我就會看他 一直在那邊花那個錢 我就會在那邊說 你有錢去買那些專輯 還不如先把錢去治療你的痘痘 然後把你痘痘治好 蔡依林才有可能看你一眼吧 我就這樣講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是我朋友就跟我說 葉美町 幫我介紹女朋友好不好 拜託 單身那麼久了 我說你那麼胖 你先減肥再說吧 他說減肥 可是你要有錢 沒有 就算有錢也沒有人想要被胖子壓 然後他就說他就很受傷 然後到後來長大有一次 就是在那個節目的化妝間 然後小鬼的那個書畫師 然後就在書畫 然後那時候他剛生小孩 我跟那個書畫師也認識 然後他們就聊小孩事情 然後我只是隨口一句講說 你不覺得小... 我就是隨口這樣講 然後後來那個小鬼 就從另外一邊這樣走... 走到我旁邊跟我說 葉美町 你不覺得你剛剛講 那句話有點就是不好嗎 超狂粉絲像 小優身心大受創 然後他就說 那小優我可以問妳一個問題嗎 就說 我怎麼會看得到妳 好害怕喔 不是鬼嗎 你怎麼可以出來賣衣服 然後他就說 那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好害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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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這個蛋糕 我可以講說 你不覺得小孩的哭叫聲 很像貓叫唇嗎 我就是隨口這樣講 然後後來那個小鬼 就從另外一邊這樣走... 走到我旁邊跟我說 葉美町 你不覺得你剛剛講 那句話有點就是不好嗎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因為別人的生... 如果當一個媽媽生的小孩 聽到她哭的聲音 然後卻被你說像貓叫唇 你覺得他們會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不代表說你能夠接受的 別人也能接受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我才真正能夠了解說 因為我可以接受別人對我毒蛇 我可以接受別人對我的批評 或是幹嘛 可是不代表別人可以 一樣的接受我那個程度 然後從那次之後 我就是對講話這件事情 就變反轉 我會變得比較圓滑 變得會繞一些路去講這樣子 來 還有誰 男生對不對 你也是 妳是獅子 獅子座 獅子 好 你受過他人毒蛇的苦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你也長痘痘嗎 沒有 我是很胖 超過90幾要100公斤 真的假的 那應該受到很多霸凌 跟我一樣 其實也沒有到霸凌 就是會說你是胖子 因為我以前也是打籃球 所以身材比較快一點 對 然後就是會被說一些 很胖 你那麼胖應該沒有很厲害吧 然後以前也是 你是說哪一方面 球技 球技 不要亂想 然後以前也不太會打扮自己 頭髮也都不怎麼剪 然後出門一直套一件球衣球褲 就這樣 然後後來就當模特兒之後 才開始會搭理自己 然後讓他們就是會 光目相看的感覺 對啊 那你是怎麼瘦的 你怎麼瘦 大改造 然後瘦是嗎 應該也算是 然後後來進公司之後 開始就繼續減肥 好 那我們就剩下兩男了 我比較想看知道價目標的律師 對耶 對 她選P 怡真 處女座的 所以剛剛夏和熙 我覺得律師應該很毒什麼 超毒的 而且夏和熙說我上身是處女座 應該好多了吧 好多了吧 怡真就是處女座 真正厲害的 好 如果你也選擇 覺得那個強調貴氣 但卻飄出俗氣的那個廣告 很吸引你的注意 那麼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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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講話 妳完全選對職業了 好 沒關係 因為也不是說妳一定很毒 而是妳是一個有獨到見解 而且能夠講到讓人跳腳 無法反駁的人 真的 整個人對妳吵 妳沒有對親人獨身 是 我只會對親人獨身 因為妳獨身要收費的 對 其實 可能是因為當律師的關係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 還沒當的時候 當然是我跟夏和熙一樣 就到處亂罵人 看到路上什麼 路上就亂罵這樣 不要什麼都要扯到我 可是後來當律師後 發現看到太多案例了 真的很多人沒人 特別是要去找人 就很多這種公然侮辱 或者是毀謗的案件 案例 妳就會發現說 妳講話真的得要小心一點 而且有的人可能會挖坑 挖洞給妳挑 對 所以妳跟他吵架 對 所以我毒蛇的部分 只會對我老公毒蛇 我老公跟書宏一樣 都是巨蟹說 所以他剛剛在講的時候 其實我心有欺欺言 因為 妳說妳今天有菜味 對 像我老公之前跟我求婚 然後我們兩個 在我們兩個 就是只有我們兩個的環境裡 然後就很溫馨 然後我們兩個就抱在一起 然後轉圈圈這樣子 然後我轉到一半 我說 頂到我 還會這樣子 對 就是很掃細 然後我們毒蛇的部分 因為只敢對親人 對外面的人當然還是 大家都是以和為貴 尊重為主 對 好 那我們來看 小優跟農農 好 你們 鯪魚跟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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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覺得他們會說話嗎 毒蛇嗎 我們好人好事代表 對啊 我們只是直一點 可是我們真的是 很深層的 但不是我認證母羊 嘴巴也滿毒的 母羊我知道還滿毒的 還好滿毒的 那妳應該也是跟他滿熟的 對 對 我們是熟才會毒 好 我們來看 如果你們選到這個 就是美女被拍得很醜的廣告 讓妳覺得 怎麼會這樣 那麼 妳的毒蛇指數在朋友心目中 太準了 妳不是毒蛇 妳是白目嘴又笨 白目 哪有 不要被狂狂 只好被嗆 給你87分 好 是因為白目嗎 沒有 也許妳以為 妳在炒熱氣氛 或妳覺得妳正在講一件 很好笑的事 妳們不覺得嗎 搞不好那個 對 世主就在妳身邊也不一定 所以這一組的人 你們真的要學習 就是熱場不是妳的責任 真的 保護自己才是妳的責任 可是妳很愛熱場 對 台目極限 妳敢說我 那妳是 雙子 不是 我說她的牌子是 雙子 我的是 有時候是節目效果 可是私底下很弱 因為我跟你講 我嗆人或是就是罵人 都是在節目上 可能為了效果 比如說 就是可能稍微出道 比我晚了 我只能欺負他們 例如像一些什麼 像卡古大根這些 就是有一次他們可能 錄一個節目要聯誼 然後什麼女生 因為其實我們是請來幫他們的 那什麼女生要請那個選卡古 我就說 妳眼鏡有事嗎 妳確定要選他嗎 然後可能就類似這種 所以就很還好的 因為是為了效果 可是我私底下真的很弱 我甚至還被粉絲嗆過 就我真的覺得就是傻眼 因為像之前 我就是覺得在電視上 螢幕形下 大家都是比較愛損我的 有一次我就是辦那個 二手拍賣回 不是都會有粉絲來嗎 我想說 有粉絲要跟我合照 然後他應該是喜歡我的 然後他就說 那小優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我說好啊 我有話要問我什麼 他說 他就說 他們認真的 他們把我們這節目開著玩笑 對 他就說 你不是鬼嗎 你怎麼可以出來賣衣服 然後我就超傻 我都不知道回那個粉絲是什麼 我就這樣笑笑的說 好 不要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那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你確定我拍到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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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怎麼辦 你知道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韓國 要回台灣的那個機場也是 就是我們也都沒有化妝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要找合照 然後我們當然就會散開來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子 在那邊遮住那個 這樣遮住臉 然後那個人的人就這樣 你是小優 我們在跟你拍照嗎 好笑喔 然後他就傻眼 他就說好啊 然後就拍照了 他把我的手打開耶 你以為遮住就不知道你誰啊 跟你講 夏兒戲真的很過分 我就是前陣子跟他去香港逛街 他在全部 因為香港其實有些人認識我們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逛街 我只是看到一雙鞋 想說OK 然後他就會說 小優 我覺得帥你不要買 然後旁邊都是認識 就是都認識我們的那些店員 因為我真的覺得你撐不起來 你不懂時髦 你撐不起來 那你知道為什麼 那你知道為什麼 我會這樣攻擊他 因為他白目的地方就是 因為已經大家都看到我們了 那就是已經是大家的焦點 你就會想說 那趕快買一買 趕快結帳這樣 他就在那邊一直猶豫說 我要這一雙還是要那一雙 那我只能使出三小姐 我說你真的撐不起來 你就不要買了 結果他就立刻就去結帳 就買了 是不是就是 因為我就是欺負了 對 懂了 對不對 了解了解 濃濃 對 其實我要先聲明一點 牧羊座雖然大家都說很火爆 但真的我們 真的滿和善的 你知道嗎 哪有 牧羊 他們只是爆衝的時候 超爆衝 對 我們只是情緒 真的起來的時候超大 但其實平常我們對很多事情 就是笑笑 然後我自己覺得滿圓榮的 那有一次就是真的是 我們在一個team 一個劇組裡面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 就是影像製作的東西 我們是屬於幕後的部分 然後就有一個人 他就是很偷懶很偷懶 然後搞得我們整個東西都不好 然後整個流程都不OK 然後在開會的時候 平常我可能就是 對 比較白目 就是想要逗大家 開心開會的氣氛 那一天我真的受不了 因為他拿出來的成品 真的是很爛 然後耽誤到我們後面的 一些執行的活動 然後我就直接在會議上 直接大罵說 你那個東西 學生製片都比你好 你的東西就像屎一樣 然後大家都整個就 屎有下寫 3萬8 應該不一樣 那邊結帳 律師罵東西是屎也要被告 罵東西是屎還好 但是罵人是屎就一定會 那還好 我就說他的東西是屎 然後大家都是整個就是 牙口無言 只有妳把實話說出來 對 因為我平常真的就是 牡羊座其實真的真的脾氣很好 真的 哪一個 我爆 超我爆的 沒有 牡羊座其實都是笑笑的都OK 必須說有一派牡羊座其實滿Lady的 對 他們是訴求我是一個優雅的Lady 我千萬不要亂這樣說 所以這一組人一定是忍無可忍 或者是他在幫別人出頭 一定有一個原因和理由 他才會那麼生氣 但是也有一派真的是俠女型的 走到哪裡都要行俠仗義 對 然後可能還沒搞清楚狀況 為了我的朋友開始罵人 或者是這件事情很值得生氣 就拍桌大罵 公眾媒體可能也開始大罵 所以以罵人出名的也是牡羊 是 來 老師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這一張 最後這一張是 我們大家都要注意的 最近會因為說錯話而引獲上身的星座 我們有三名 但是我有五位要提醒大家 太多了 老師慘會有多慘 沒有 因為應該這麼說 惹貨上身會 或者是引得那個 平常對你不滿的人 最近來反攻你 對 所以有些狀況自己要Hold住 這幾個星座 這跟行運有關 尤其是八 九 月 十月的時候 也就是說八 九 十 三個月 未來三個月 注意一下 不要說錯話了 第三名就是我們 不…報仇 就是那個貨是 八 九 十會出現 還是十一才出現 八 九 十就出現了 就會出現了 就會來了 那滿快的 好 太陽上身都要注意 獲從口出 當心越獲上身 第一名 自己當心 兩個人 兩個人 好強喔 平常你怎麼講 殺人放火都算了 因為別人拿你們沒辦法 但是最近這三個月的運 真的是針對你們來的 好 太陽上身都要注意 所以夏和熙跟宜貞的處理座 都要上訪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都不講 也來不及了 算了 這個貨是 這個貨是 1 2 3 4 5 6 7 本機的 新美姐是在鼓勵犯罪是不是 不行 新美姐 壓垮落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你只要不要把那根稻草 放上去就好 還是要小心 因為有人受夠你了 比如說受夠你的碎碎念 受夠你的挑剔 尤其是跟你很親近的自己人 老公 對啊 我老公可能在寫離婚協議書給我 對 因為他們也許已經承受了 你太多挑剔的部分了 而且他可能已經呼救過很多次 比如說 你在這樣我要生氣了 你不要這樣講好不好 你在這樣我什麼都要跟你 你跟我計較 我也跟你計較 也許他們 也許是或者是工作上 比如說我要開始收錢了 你看到一個人有這種反應 他可能就是受夠的標誌 所以如果你在加碼 他很可能就跟你啪 大寶藏 來 第二名有兩位 對啊 老師說有五位 對 第二名那就是紅糖鳥 真假 還有新梅姐 我們自己也要這樣很親 好啦 像天蠍座的 我們先講我們自己 像天蠍座的人 新梅姐是不用擔心 因為新梅姐是很小心的人 非常 那像我 真的 真的 我們最近倒是有一些 不得不抒發 然後越講越爽 越講越開心的跡象 而且還會自己找人家說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然後就把自己心裡 對誰的話說出來 所以天蠍座如果你想發洩的話 請對樹洞發洩就好了 好不好 那至於天蠍座 天蠍座要小心的就是 剛剛我們那個牡羊座說的就是 忍無可忍的時候 你們有忍無可忍的時候 那個一發做起來是很可怕的 這一類的天蠍一引燃 這可能是一整年的事 這麼久 是 因為接下來可能一整年裡面 你都要開始跟人家唇槍舌戰 因為可能會有人上門來 跟你批評指教 那我要真的很討厭這個人 誰啊 我不知道 就是如果有的話是真的 就是真的要點燃戰火的意思 所以天蠍要小心 因為這戰火一點燃 就是一整年 可是他會來招惹我嗎 一定會踩到你的點 但是因為是不同族群 看你要不要放過算了 那我們呢 我們會多久 我們喔 我們不會很久 那就 我們頂多到10月 要小心 來 第一名 自己當心 兩個人 你們兩個人 對 好可怕 不用急 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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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雙指 好強喔 雙指跟射手 骨掌的 骨掌太好 骨掌 小河西那個板子帶回家 沒有 由我背景 警察記錄器拆掉 警察記錄器洗掉 平常你怎麼講殺人放火都算了 因為別人拿你們沒辦法 但是最近這三個月的運 真的是針對你們的 小心一點 你看雙子座下和溪 小S你覺得怎麼樣 他不是講清風 後來還要趕快去道歉 對不對 雖然事情風波已經落幕 但是多多少少自己也會嚇到 你得罪的人是你很在乎的人 或者是別人 如果要跟你過不去 你其實道歉也沒有用 我想這絕對不是雙子願意看到的 至於射手座 那就是說話要小心 因為你將會凸顯你的缺點 譬如說一個不小心你的 你罵人 但是會讓人感覺到 你是不是不關心人家 你才會這樣說話 譬如說最近的亮澤也好 Darren也好 他們都是射手座 所以他的認知有問題的 這部分就會被凸顯出來 譬如說他覺得急診室應該先看他 大家就會覺得你是大頭症嗎 你是藝人就了不起嗎 所以可能會暴露了一些背後的訊號 所以這次射手座要小心 如果你是沒有問題的射手 就不用擔心 可是如果你是有點莽撞的 或有點自以為是的射手 那可能惹禍上身 因為就會有人來修理你 因為他想讓你知道你錯了 這樣子 因為看起來這些人對我來講 他們其實還蠻能夠 蠻視大體的 就是不會 就是我怎麼講 欣美姐 我想是物以類聚 你身邊都是視大體的 我們身邊的這些星座不見得 真的嗎 真的 所以開始爆發了 其實我覺得天秤座 平常也真的還蠻敢講話的 好 所以大家要小心 禍從口出 對 要講這個話之前 我們先想一下 或者是先喝一口茶 或者是 再講 緩一緩 對 而且要喝一口熱場 對 我吹得比較久一點 稍微想一下 好 大家平安就好了 好嗎 謝謝你們跟我們分享的謝謝 謝謝 小波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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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 謝謝 謝謝 conversion immune 我們